大概五年前 结婚后就想要赶快有小孩 所以就很快 很顺利的就换了第一胎 第一次就是听到她那种心跳声的时候 就觉得哇生命好神奇哦 居然我的肚子里面居然会有一个小孩 整个运气都很期待 一下子就买了很多婴儿床啊 然后安全座椅啊 那个推车什么都买好了 就到了三十六周加三天的时候 就是在她出生的前一天 那天就是觉得她的胎动又比较少一点 然后一到成熟的时候 医生就说就是帮我照一下超音波 然后问我说 他就说小朋友动得好像还可以 可是看一下心跳就说 怎么只有五十几而已 然后医生就说我开个转诊单给你 你先直接去医院 就是如果真的要紧急生出来 把婆妇就紧急婆妇这样子 然后到了产房的时候 就是医生就来了 医嫂的时候就说 我觉得我没办法给你好消息 这样然后医生就说 我再帮你照照看 然后就帮我照一下 她的那个心事的地方 然后说你看没有再闪 就真的没有心跳了 瞬间就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婆妇完之后 他们帮她自己制作了一个小小的棺材 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可是我们在送她最后一层的时候 就是接她最后一面的时候 那时候就摸摸她 然后就说就是叫她 就是要跟着 就是耶稣走这样子 我做完月子之后 然后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姐妹聊天 那位姐妹就是在为我祷告的时候 临收到一个画面 就是她看到了耶稣 然后耶稣的右手边抱着一个小男孩 很可爱的男孩 耶稣好像要对我说 孩子不用担心 就是你的孩子目前在我这里 我把他保护得很好 那时候听到他就是为我祷告的时候 就是我的眼泪就是一直很不自主的 就一直疯狂的流这样子 就觉得哇神真的有听到我的祷告 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也是看顾我们一家的神 在我们送走老大之后 我跟我先生还是选择就是紧紧抓住神 在跑雷抱当中 然后有一次想说碰碰运气奄奄看 结果居然两条线了 当下我跟我老公都觉得很惊喜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在怀孕的当中 我跟我先生每天都会为这个孩子祷告 在我补妇那一天 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医生把他抓出来的第一声 他就哭了第一声 我的眼泪也开始就是 我的眼泪也开始一直狂流这样子 每次抱着他 然后抱着他的时候跟看着他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感谢神 就是谢谢他赐给我这么健康的一个孩子 就神很奇妙的让我在 就是生完第二胎之后的一年后 又顺利的怀上了第三胎 这样 怀孕过程中直到是女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儿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都很开心 现在老二老三都平安健康出生 我们都相信就是孩子都是 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 自己当了妈妈之后 就是更能够体会到说 神对我的爱 然后对我的包容 是多么的倉库高僧 我相信人生中不管高山或低谷 在这背后一定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主持人生于神 这次来的怀孕 无论 主持人生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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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